字幕提供 到底我的口是taste到什麼呢? 這個是答得比較尷尬的 希望不要令人不安 我是沒有什麼味蕾 其實我想我是懂得分 甜酸苦辣 我想我是...這個是天生的 我想我是懂得分 但是我不記得 任何關於味道的東西 真的不記得 上次吃的東西好吃些 還是今次的東西好吃些 這些問題我是完全答不到的 但是我都會偏食 因為我是 解釋不到為什麼自己偏食 雖然我不是很懂得分食物的味道 我是可以一瓶牛奶 喝完之後我媽媽說 咦!酸了!壞了! 我是說是嗎? 所以去跟人吃飯 但是呢 我差不多每一次 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問人的就是 好不好吃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 吃那樣東西好不好吃 我會問身邊的人 如果他們說好吃 我就記住那間東西是好吃 就是我是用個腦 很邏輯地記住那間東西 是等於好吃 因為其他人是這樣說 所以味道這件事 我就完全沒有感覺 沒有什麼所謂的 只是不要辣到我的舌頭 我的鼻子是用來索索索索索索的 即是逢有什麼 新東西 有趣的東西 特別的東西 就會很自然 追隨著那個味道 嘶嘶嘶嘶 這樣走過去 就像South Park的公仔一樣 總之有什麼新的地方 就會很想去看去試 我不是 有一個慣性去規定自己 一定要去懂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舊的東西 有舊的東西的美麗 還有 舊的東西如果自己 之前是不懂的 就是等於新的 對不對 其實是會去試所有新的東西 即是自己 沒試過的東西 沒聽過的東西 盡量索索 跟著他的味道去找 一定有好處的 有些甚麼 關於我的手上 都有甚麼好說呢 嗯… 一想起手 我就會想起一件事 就是寫字的時候 那些印 不知道有沒有呢 今天也有少許 記得嗎 那呢 嗯… 因為經常寫字 經常想起甚麼 就會放下它 所以 手邊 永遠都有一些筆墨或白油的印 這就是我的一雙手 至於我的手是拿著什麼呢 我想每個人都應該是這樣的 我的手拿著一本自己寫的書 那本書不是一個實體有紙造成的一本書 而是那本書裡面包括了 Chapter 1 就是父母老一輩所說的 Chapter 2 就是自己性格用自己眼睛看出來的一些東西 那這本書的編者當然是自己的 但是這本書的內容就會隨著自己的體驗 自己見得多不同的事情和經歷去修改 可能到了最後臨終那一日 這本書由一本中史書變成了一本數學書 可能內容是會完全兜亂了 可能這本書自從40歲之後 它的內容都沒有變過 可能我到40歲之後就不再變了 變成那個古路石山 不再理會別人的意見也好 我都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拿著自己的一本書 記住那本書的作者是自己 這本書是買不到的 在別的地方 只有自己到最後看回 可能做人最後的得著就是一本自己寫的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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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